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 习近平的接班人计划似乎出现了危机 年轻一代的领导人缺乏经验 未来的治理可能面临挑战 接下来澳洲的生育率降至历史低点 专家们警告这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危机 政府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最后维多利亚州的警察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超级 超过10万美元的资金盗窃案 这引发了当地议会对透明度的强烈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e Asia报道 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接班人计划面临重大风险 自邓小平以来 中国一直注重培养年轻的领导人 但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这一传统正在改变 过去几代领导人与他们出生的年代相对应 而第六代领导人原本预计在2022年接班 但习近平却打破了这一惯例 取消了68岁的非正式退休年龄 预计将继续执政至2032年 这使得第七代领导人难以崭露头角 目前 没有1970年代出生的政治家 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未来的领导层 可能面临年老化的困境 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公共支持 可能会导致治理效率下降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 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已降至历史低点 2023年的总生育率为每位女性1.50个孩子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年轻女性的生育率大幅下降 尤其是15至19岁和20至24岁的女性 人口学家Lise Allen指出 低于1.5的生育率将导致经济增长受阻 形成恶性循环 他警告说 如果澳大利亚的生育率继续下降 可能会出现像韩国等国家一样的人口炸弹 并且很难恢复到以往的生育水平 为此 政府需要在住房可负担性 经济安全 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等方面进行投资 以改善年轻人的未来展望 在另一则报道中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揭示了维多利亚州G21区域倡导组织 涉嫌多年盗窃超过10万澳元的案件 该组织主要有5个地方议会资助 前员工被指控挪用资金 尽管2021年内部审计 发现财务不规范并已上报警方 但调查至今仍在进行中 且G21未对此事进行公开说明 多位地方议员 对G21缺乏透明度表示不满 认为作为纳税人资金的使用 公众应当知情 此事件引发了对地方政府 和相关组织透明度的广泛讨论 议员们呼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 Yahoo US报道 35岁的乔治·阿哥塔 在迈阿密经营着一家数字营销公司 年收入约为12万美元 尽管他的收入在同龄人中算高 但在迈阿密的生活成本面前 这只是一滴水 他的租金为2300美元 远低于他想要购买的房屋 每月3000美元的抵押贷款 他认为 房屋的维护和额外费用让购房变得不划算 因此他选择继续租房 阿哥塔在小哈瓦那长大 那里有丰富的文化和社区氛围 他与弟弟共同居住在一套1000平方英尺的公寓中 享受着租房带来的便利和心灵的平静 另一方面 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研究发现长子和独生子女在8岁时更可能面临焦虑和抑郁的问题 美国Epic公司对超过18万2000名儿童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长子更可能被诊断为焦虑和抑郁 而独生子女的风险也显著高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尽管研究并未明确原因 但在当今社会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 专家们呼吁加强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干预 BBC报道称 北爱尔兰的投资机构 InvestNI的首席执行官基兰·多诺霍 在斯托蒙特委员会上表示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双重市场准入政策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 尽管该政策为北爱尔兰的制造商 提供了比英国其他地区更好的欧盟市场准入机会 但对这些机会的认知仍然较低 多诺霍提到 InvestNI已成立专门团队 致力于推广这一政策 但目前仍需更多工作来帮助企业 理解其细节和潜在利益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6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6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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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